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关于钻石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钻石散发着美丽的光辉 因为美丽作为价值连城 成仙上万的人想目睹他的风采 底层的平民成为开采他最廉价的老公 狭长的矿道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鲜血成为最刺眼的颜色 爱德华是一名珠宝商 可最近由于经营无善且仕途成兄 欠了一大笔外债 要债的天天上门 一言不合就要打人 让他的生意更加的不好做 没办法,他只好把一些值钱的珠宝当掉来赌球 希望能够从中赚一笔 来缓解目前的情况 可是赌钱都是靠运气的 有几个能成为赌神呢 店里面来了一个有钱的篮球明星 以他的购买力对爱德华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然而他并不想把朋友的表卖掉 真不知道他在打什么算盘 当时人都同意了,他就是不肯 快递员送来一个重要的包裹 他看到之后十分的激动,像是期待了很久 里面只是一条冰冻鱼 原来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 他从鱼的肚子里面掏出一块石头 未经打磨,但看起来价值不菲 这是一颗开采的蛋白石 如果能够找到好的买家 他就能彻底翻身 怪不得他这么开心 他向球星凯文介绍了一块神奇的蛋白石 凯文留了出极大的兴趣 仔细地观察石头的内部 那里仿佛有一个神奇的世界 似乎可以看到埃塞俄比亚古老而悠久的历史 他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他找到石头的喜悦 没想把石头真正卖出去 最终这块石头将以拍卖的形式卖出 毕竟他最近很需要一大笔钱 这下凯文不乐意了 不卖干嘛要激起自己的兴趣呢 他说什么也要得到这块石头 既然爱德华不准备卖掉 那就租他一碗 他觉得蛋白石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 只要石头在他就能取得好长技 真是一个迷信的人 凯文都这么恳求爱德华了 再不接就嫌他自己有些小气 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不过凯文必须把戒指压在他这里 拿到蛋白石的凯文开心得像一个孩子 而拿到戒指的爱德华也很开心 只要抵押出去又能换一笔钱 他的做法可谓真不道德 手上一旦有钱就会拿去赌球 好像开珠宝店只是他的副业一样 照顾小儿子也不上心 孩子在床上睡觉 自己拿着手机看视频 他这样不负责任的男人 没有几个妻子能够受得了 他真希望带着孩子一走了之 再也不要和这个男人有任何瓜葛 清醒的是他赌的球赢了 这回让他回本不少还赚了不少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蛋白石真的能够带来好运 让凯文都舍不得将石头还给他 他第二天未能按时将石头还给爱德华 他们皇上被堵在了路上 让爱德华十分的生气 这时要债的找上门 给了他们一块饶地式手表就打发走了 他并不关心球星去哪了 他更在乎是自己的石头 德玛尼却告诉他 石头没在自己手上 还在凯文那里 现在不能给他打电话 人家在训练 这气坏了爱德华拍卖公司等着他交货 他在交不出蛋白石 他会错失这笔买卖的 既然不能打电话 那就直接去找他 两个多小时之后 他到了训练基地 他却被门口的保安挡在了外面 这么幸运的石头 凯文怎么会乖乖交出来呢 爱德华白跑了一趟 人没有见到 石头也没有找回来 心情倾倾的他 在各医院看女儿的演出 他一直摆弄自己的手机 和各种人发消息 他和妻子早就冒合神离了 只不过在外人面前 装出一副恩爱的样子 如果不是女儿的演出 根本见不得他们一家人 整整齐在一起 他在剧院无际间看到讨债的人 他找那两个人出去理论了一番 这些人怎么能够跟踪自己呢 爱德华上去就角着人家一口 他被一群人狂追 他们把爱德华带上了车 通过这几天跟踪 他们知道爱德华有了钱 没有第一时间还给他们 而是拿去赌了 既然爱德华不守规矩 就别怪他们不人 他们爱德华放在经纪人那里前 追了回来 看着自己的钱挡着水漂 快要心疼死 那可是整整60万 说没就没 他们可不能随便上人性命 只是把爱德华托光之后 扔在自己的后备箱里 爱德华只能惨惜给妻子打电话 不过还好 他赶上女儿的表演 他对自己的关心真的很少 和孩子之间的感情很淡 跟女儿谈心 也只是说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孩子们早已习以为常 爱德华晚上到约定酒吧去找德尼 询问他石头的下落 德尼突然变得愤怒 根本不关心爱德华的石头 他打不过德尼 只能自认倒霉 原本心情就不好 又发现自己情人处给了别人 脑袋上冒绿光 他也根本没有资格去责怪别人 他也背着老婆跟别人女人鬼混 无处可拒他回到自己的店里 原本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都让他自己给做美了 如今他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拍卖公司的人打电话来催他交石头 如果再交不出来 他会被取消资格 爱德华承诺会在一天之内送到 没了办法 他只能给凯文经纪人打电话 这时德尼带着凯文来到店里 爱德华高兴的前去迎接 然而店门却在这个时候 却怎么也打不开 就好像上天不想让他把石头拿回来一样 看着石头就在眼前 他决定就这么放过 最后让他应声给撬开了 凯文真的很需要这块石头 只能给他带来好运 为了这块石头 他愿意支付25万美金 这不是一笔小说目 可对于爱德华来说远远不够 他要放在拍卖会上 他会赚得更多 凯文不买 德尼就赚不到佣金 辛苦这么长时间 什么都没有唠叨 气得他要转换店铺 他哥不想在一个赚不到钱的地方干到底 他想要要回压在这里的劳力士手表 男孩有什么手表 早就被爱德华拿去抵债了 德尼生气地将一瓶酒倒在鱼缸里面 又拿走爱德华剩下的几只名表 这一下应该能够弥补他的损失了 乱上添乱 情人又来找他 说自己病了 需要关心 爱德华并没有理他 这样的把戏他早就免疫了 一杯奶戏泼在他的身上 他现在最大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石头带到拍卖公司 然后去参加岳父大人的家庭聚餐 尽管聚会无聊至极 但他必须熬到最后 应付着家人无聊的话题 他们一起看球赛 没了石头的凯文状态不佳 爱德华这个时候吹去自己的石头来 据他推测 至少能够赚上上百万美金 全家人对他的生意头脑赞许不已 没了情人他突然回心转意 向妻子表达自己的爱意 然而妻子根本不吃这一套 仿佛爱德华爱自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一般 他也根本不相信爱德华会老实回归家庭 直接聊当拒绝了他 现在他终于明白 家庭不是他想要有就会有的 只怪自己没有珍惜 情人给他发来奇怪的短信 他给情人打电话却无人接听 他有些不放心来到了公寓 情人给他留了张字条 祝他生活幸福 带走自己所有的东西没有意思的留恋 情人不拖泥带水的离开 反而爱德华心里不是子伟 整理好心情之后 满怀期待来到拍卖公司 他发现石头的价格被低估了 十分的生气 只有15万5 如果只值这么点 他就不会这么大费受章了 按照他自己的心理预估至少值3000万 对方的态度十分的坚决 他们不可能修改价格 爱德华的流氓气质上来了 差点自己动手修改 这时岳父来了 他们都是凯文的球迷 收到爱德华的确起消息 知道凯文也会来 准备了一大堆签名的东西 改不了价格的爱德华 只能求助岳父帮忙 希望他能给自己的拍品抬价 只要能够保证在25万就行 岳父本来是不想帮忙的 一方面是不需求这种卑鄙的拍卖手段 另一方面是万一真的是25万价格拍下来怎么办 爱德华承诺会把钱还给他 并且给他酬劳 既然这样岳父只好勉强答应 拍卖进行得很快 不一会就到了爱德华的石头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凯文对这块石头非常的着迷 一开始还有人跟凯文角逐 他出价10万美金之后 便没有角逐的人 岳父及时出仇 又将价格提了上来 经过一番角逐 他们把价格提到19万美金 这已经超出凯文预算 他放弃了争夺 岳父大人平白无故花了19万美金 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更麻烦是那些逃债人阴魂不散 一直在他的周围晃悠 他到哪里去 要债人就到哪里去 凯文知道这些人是来要钱的 如果拿不出钱就会挨打 他谎称凯文会来买 被识破之后挨了他们一拳 又被推进水池里 罗汤记模样他回到店里 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这块石头 情人看到他落魄不住的样子 前来安慰他 他难过的哭了起来 他是那么的渴望得到一切 努力了那么久 到最后一场空 家没了 钱也没了 情人安慰他 自己最爱人是他 即使没了全世界 还有自己 即使凯文的助理打来电话 他十分希望得到这块石头 并且价格不变 爱德华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到当铺里面 赎回凯文的戒指 开开心心 一路小跑回到店里 凯文西装革履来到店里 他是来买石头的 拿着17万5的现金 经过这么几天的反复琢磨 他终于意识到 爱德华在忽悠自己 以为找个人在拍卖会上 和自己竞拍 他会不知道 其实爱德华也不想的 只怪他的石头被低估了 爱德华不想和他多废口舌 直接扔给他17万5 拿到了石头 凯文问他 究竟花了多少钱才拿到石头 反正已经交易了 爱德华说出了实际的价格 他是花了10万美金 从埃塞俄比亚买的 导手就赚了7万5 本来能够卖上上百万美元的 只能怪他运气不好 凯文十分气愤 他这种吸人血的人 以10万美金就要还取百万的收入 爱德华拿凯文的球赛说是 说他的能力不足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他拿不到高分 凯文显然说不过这个奸商 他从监控里面看到讨债的人在大厅 只要他把钱还上就好 然而他偏不 他要用这笔钱买凯文赢 爱德华在窗口将钱交给情人 还给他订好直升飞机 让他帮助自己下注 没有人会注意到 一个小姑娘会干些什么 情人在债主的眼皮底子下溜走了 债主来到爱德华的办公室 希望把钱还给他们 结果又是听到那一条说辞 这时他们意识到 钱被情人带走了 几个人抓住爱德华 把他推向窗口 逼着他给情人打电话 在他拨打电话的时候 拿自己的命和几百万美金做了比较 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 爱德华把逃债的人困在了坏掉的门里 还不可能让他们断掉自己的财路 一切都要等比赛结束 告诉自己的手下 让他去都场拦截情人 自己都在这里警告爱德华让他开门 他们掏出了枪逼迫他开门 然而为了钱 爱德华什么都不怕 情人顺利的带着钱来到都场 将十万五全部投了进去 门里的债主折腾了一番 累得气喘吁吁 还是出不去也进不来 彻底没了脾气 他坐在地上陪着爱德华看球赛 这年头要点钱可真不容易 情人打来电话告诉他吓得住 阿诺听到之后心都在低血 那可是都是自己的钱 输了可什么都没有了 球赛开局很好 爱德华很开心 然而中场十分的差劲 这让爱德华十分愤怒 好在最后凯文追了上来 分数一路走高 这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的心情犹如过餐车 最后他们赢得了比赛 赚取了上百万的报酬 爱德华十分的开心 他把玻璃门打开 然而债主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将爱德华爆头 现在所有钱都是他的了 直到此爱德华的脸上都留着微笑 钱会让每个人变得贪婪 债主砸了他的店 拿走他所有的珠宝 爱德华的百万美元 也最终全部归情人所有 爱德华追逐了一生的东西 直到此也没有真正得到过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 被切割的钻石 又称圆钻 电影带来极大的讽刺意味 我们所追逐的东西 到头来皆是一场空 然而这样的人 不是爱德华一个 承伤利益的社会 制造了很多这样的人 家庭爱人都变得不再重要 钱变成唯一追逐的东西 然而选择这些 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悲剧 这是一部疯狂的犯罪电影 网友条我十分推荐本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